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 阳明交通大学附设议院 今天特别举办了系列活动 表扬了61位优良的护理师 其中包括17位服务超过20年的资深护理师 感谢他们站在第一线守护蓝阳乡亲的健康 阳明交大医院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国际护士节 今天特别举办一系列活动 并且表扬61位优良护理师 感谢他们站在第一线守护蓝阳乡亲的健康 护理师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 那心境同仁进来的话 必须相当的有相当的抗压性 那也谢谢我们现在目前急诊阳明交大护理团队 急诊护理团队可以跟我一起来努力 来度过这个疫情的难关 那我觉得这个奖不光只是颁给我个人 而是颁给我们整个阳明交大护理急诊这个团体 现在护理要改变一个就是不要 就是以学长学弟或学姐学妹的方式去对待他们 就是比较用就是关心或者是同理心的方式去对待他们 他们可能会留在职场的方式比较就是长久 比较愿意留下来 我是这么觉得 这次得奖我也蛮意外 因为大部分都是同仁投给我的这样子 然后也是第一次啊 我刚到这间医院第一次 惠州护理部主任也将象征新传的烛光一带一带传下去 显示阳明交大医院护理师秉持坚守初衷 在护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所以呢在今年的护理师节里面呢 我们很希望很期待的告诉大家护理师在这个我们的整个健康招务体系上面 扮演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很期待有更多的护理师赶快再回到职场上来 透过这个护士节来呼吁大家护理的工作其实是有价值的 那护理的工作呢也收到非常多人的肯定跟尊重 所以我们期待透过护士节期待大家更多更多的人 投入在护理的健康照护产业上面 院长指出在医疗照护产业中 护理师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此医院推出各种策略来投资护理 借此来吸引和保留护理人才 一起守护现明的健康 所有的进步在哪里发现不是在表扬的地方 而是在每天的这些医院的各个角落 那跟病人的互动 从病人传回来的这些回馈 我们是一个值得尊敬 值得相信的专业 那我们医院也会这样子来对待大家 所以还是谢谢大家这几年来 真的是对医院对其他的工作团队 大家表现出扛者的当者的工作态度 而且真的是护理护心 谢谢 阳明交代医院也请大家信任护理专业 在医疗过程中给护理师更多支持和鼓励 同时给予掌声以及感谢 祝福每一位白衣天使 国际护士节快乐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